大家好,我们现在看第8个总数C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现在看第8题 假图地bawah menunjukkan melomat bagi lila n jumlah x dan jumlah x12 bagi suatu set data 这个表格就表达了三个资料 n就是有几个号码,我们知道有12个号码 jumlah x就是这12个号码的总数,就是66 然后jumlah x plus dual就是那12个号码 plus dual共同的总数,我们得到1,4,5,2 a,一动variance,还有我们算出variance 那么在这个的时候呢,你跟variance想一想它的formular 哪一个是有用到这一个的呢 那么你就先写出来,就是这一个咯 你先写出来,你才知道你要填什么 ok,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jumlah x plus dual 我们就要填这个号码咯 n,我们就要填12咯 那么在一个呢,我们知道就是min,对吗 min又跟差别的资料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你要明白min呢,其实就是jumlah x除以n咯 所以这个jumlah x呢,就是66 n就是12咯 ok,所以你把相关的号码填进去 然后你按计算机 ok,你就会得到答案了 ok 现在我来看b咯 他说一个p的号码就是说这什么号码我们不知道 我们之前找了那个价值对吗 但是他又再加多一个号码下去 然后他说他的min呢,就增加了0.5 所以他就让你算出这个p的价值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首先你要想看这个n会改变吗 这个n是数量对吗 原本有12个号码,你加多一个就变成13个咯 ok,那么13个号码,那么请问这个会改变吗 会改变对吗 因为这是12个号码,那么13个号码的时候 你再加这个的时候 你就是会改变的,那么这加多少呢 会加这个p哦,因为你加这个号码吧 所以你的新总数呢,就要66 加p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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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也是会改变哦 这个号码呢,又再加p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我们要找p的话 他又给我们的资料是什么呢 他给我们的资料是min增加0.5对吗 所以意思说我们只要用min的来做就好了 这个我们不用管他 我们用这两个 对吧 那么只要你写出来他的关系 OK,min阿萨是多少 我给他说是66除12对吗 那么min帮助呢,其实就是66加p除12 还是13 对13 对哦 66加p除13 那么他会等于多少呢 所以原本的min再加0.5 明白吗 原本的min就是66加p除12 所以你就要加到0.5了 然后从这边你就找得到 你会得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因为这两个解决了 然后你得到6 所以你要找p呢 你就要把 先把13丢过去咯 因为他整个上面的除13 我们就先丢13过去变成乘 6乘13变成78了 所以这边剩下的是66加p 那么p就是把66丢过去变成减了 所以p呢就等于12 也就是说他其实加的是12号 这个号码了 ok 那么第二个呢 他说CCAMPYPGZPK 那么你要找CCAMPYPGZ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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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你已经有了12号对吗 所以这个x2 有问题啊 对啊 对啊就这个呢 x2 你要再加到这个12 2 然后n呢就变成了 所以13 m呢就是这个m呢 value 呀 所以呢你就这样子 加了一个12 瓜色度 因为这个12号是加下去的 因为可能加下去的12 所以你就原本的再加12 瓜色度啊 然后你按计算机 你只到86.7692 这是various 你要找CCAMPYPK1 所以你就分测瓜色度 所以你就得到9.31 第9题 平动variance bagi set data p-4 p-2 p-1 p-4 p-9 p-4 p-9 还有我们算variance 我们直接算variance 我们习惯了有号码对吗 然后这个有号码 我们怎么算呢 还有位置数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个formular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位置数 其实 当它这里算的时候 肯定有它的解决方式的 所以最主要你要根据它所提示 它所找variance 那么你就用variance的formular 照样算就好了 ok 所以要算variance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mean 对吗 这个是variance的formular 那么你一定要知道mean 先知道mean 我们才可以算 这边有一个号码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有六个号码咯 所以我们的mean呢 其实就等于上面的号码加起来 除6 那么p有加几个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所以6p咯 所以这个号码呢 你按计算机就好了 -4 -2 -1 加4 加9 等于你就会找到答案 这是6p加6 然后6p加6呢 那在除6呢 其实我们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叫factor感 factor感 就是把这个 啊 同样的号码六对面 我们抽出来 后可以跟下面的月 月了过后呢 我们就剩下p加1咯 然后这个六啊 跟这个六 月了 反正这个也要月 因为两个都要一起月了 然后我们就 这个月来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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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样的做法 我们就用这个formular 每个号码我们刮色度 ok 每个号码刮色度 ok 然后这个mean呢 也是刮色度 那么我们做的话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东西 可是你做的时候 你要小心咯 你要注意咯 不然的话等下就会做错了 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刮色度 其实就是p刮色度 得到这个咯 你乘两次的意思了 你会得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p刮色度 到这边呢 就是第二个的 这p刮色度 到1这个呢 就是第三个的 然后这个p刮色度 就是这个咯 这个p刮色度 到16呢 是这个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p刮色度 到81 对吧 后面这个呢 就是这个了 你看 所以怎么样乘呢 你自己在 再想回去看 如果不能的话 你再问老师 然后呢 我们如果解决上面的话 p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有六个p刮色度 有六个p刮色度 p有几个呢 我们有减8 减4 减2 然后 加8 加18 你看计算机 按号码就好了 然后你会得到 加12 12 12呢 是positive 所以你就写加12p ok 这下的号码点是一样 你按计算机 16 加4 加1 加16 加8 1 你会得到这个 这个答案 所以后面这个 为什么这边变减呢 因为他这个有关乎 所以你减成进去 所以减加就变成减了 这个减加也变成减了 这个也是一样咯 这边加这边减了 不一样的符号 不一样的加减 就变成减了 ok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可以约吗 约掉它 ok 约掉剩下这一个 这后面这个不能约的 约不完 然后剩下我们看这个p刮色度 跟减p刮色度 这个减这个就没有了咯 然后2p 减到p也是没有了咯 然后所以最后呢 剩下号码完了 号码减1 你会得到这个答案 或者你幻想数点 你会得到18.67 这个是近数值 对吧 所以其实做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担心 只是你要明白那个formular 然后这个跟那个位置数有关 所以你要很小心 你要记得位置数的那个规则 要怎么做 乘要怎么乘 跟家庭要怎么做 呀 尤其是有挂乌的时候 很多现在挂乌这边 沉浸菌呢会出错 ok 所以 只要你的规则 你记得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第10题 他说以下的这个表格呢 代表着两组同球选手 ok A组和B组了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组别 让我们知道同球选手每一组呢 有5个队员 可以看有5个号码 5个体重 A 系统面 组了 variant 和Cxn 比较外 因为我们刷A的命 所以我们会得到61 B呢我们就用B组的号码咯 加起来除云5 因为有5个号码 给5个人 所以我们会得到也是一样哦 61 那么接下去我们看主了 主了A 主了我们要拿什么号码呢 所以我们要先找出最小和最大的 所以最小的是48 最大的是70 所以呢我们就用70-48 我们会得到22咯 所以主了B呢 我们就拿主了B最大跟最小了 所以最小的是45 最大的是75 所以我们就减了 我们会得到30 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 min也是61 min也是61 但是主了呢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不一样了 所以从这边其实你要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A组的球运呢 他们的体重呢是比较接近的 OK你看哦 他们的重量已经平均已经一样了对吗 然后他们的这个 那个范围呢 他们相差呢只有22 B组的相差有30 意思说他们的B组这个呢 球运呢可能他们瘦的挺瘦 肥的或者重的很重 你懂哦 所以相差比较远 我们现在看variance 或者CCM表会更清楚 我们先算varianceA组的 然后zoom啦 x2 之前 OK min我们因为之前了 minA是61 对吗 所以我们拿A组的 全部哈马 瓜色2加起来 除以5 然后减掉61 OK 个别算 然后再按计算机 你会得到78.8 所以那个CCM 比较呢你只不过把这个variance 分次管 整理 你会得到8.877 OK 你会得到8.877 然后接下来我们算B组的variance的CCM 比较 同样的我们用这个formular 只不过哈马呢你要注意我们用B组的 你不要看错 OK 点61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算出来 个别算出来 然后呢我们就整个一起按 我们得到155.6 实际上表外呢只不过把这个variance的分次管 可以得到12.47 所以从这边刚才我们看的组 那我们已经知道A的是比较靠近 大家彼此比较靠近 对吗 那么在B组的时候或者是下表外这里呢 我们看得更清楚了 OK 大家呢 他的体重呢 会比较接近这个min的 OK 他们跟min的相差呢最多8.8而已 但是这个B组的呢 平均跟min相差呢就是12 OK 12公斤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知道A组的会比较 Consistent OK 大家比较一致 OK B 其实我如果我这边说 是不是Julat比较适合去衡量这个 这个SERACAN呢 来代表这个数据呢 其实在这里啥不是哦 因为我们有两组号码 两个两个组别 当两个组别的时候我们要做比较哦 我们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要用variance或者是下表外 通常我们常用的是下表外 OK 而且再加上我们这边呢 如果你看哦70跟48哦 他们有一个比较小的 OK 比如说在在这里A组的 48跟53你看 他比较小 65 69 70 OK 他会有比较小的 所以是不恰当的用Julat的话 因为他们差太远了 OK 所以呢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比较小的 这边可以有一个比较小的 一个比较小的 比如说 我还有一个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他说 哦 早出 有这个 我们就讲了 比较小的 它是分布 它分布呢 是 圆 跟这个min呢是距离很远的 它的分布呢 是跟这个min的距离很远的 所以从这我们就知道 其实远的话是这个对吗 12对吗 所以就是 pasukanB咯 所以提 哈枝 tambah bagi suatu set 10 nombor ialah180 dan哈枝 tambah kuasa 2 bagi set nombor ini ialah 3800 他就说十个号码了 这边有十个号码 连他的总数呢 哈枝 tambah 哈枝 tambah就是 和 十个号码的和数呢 就是180 ok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首先我们知道N字有十个 ok那么他的总数呢 就说整个号码的总数是180 然后他说哈枝 tambah kuasa 2 哈枝 tambah kuasa 2 就是中拉 x kuasa 2 是什么咯 是3800 然后要我们算什么呢 一动min 当variance by the nombor nombor ini 那么min 我们要记得min就是平均 平均就是总数 ok总共的和数啊 就总数了 除以多少个号码 表现我们的min呢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上面的是180 下面就是10咯 所以我们除我们会得到18 我们的min就是18咯 ok啊那么variance呢 所以你要记得那个formula 记得那formula 把它填进去罢了 ok这个总数到x kuasa 2 就是3,800咯 n就是10 min呢就是18 ok填进去 然后你按计算机 你得到56 ok吗 很简单罢了 最主要你要记得formula 所以在这里它什么意思呢 nombor 19 就是19号这个号码哦 19号这个号码呢 它加进这一组号码进去 跟刚才的那个问题类似了 ok现在呢 它要加多一个号码 加什么号码呢 加19 刚才那个是加一个位置数对吗 这个比较直接它可以说加19 所以呢你只要放进去 变成多少个号码呢 ok n 变成多少个呢 所以11个哦 ok那么总数呢 怎样找总数呢 对180加19 所以我们得到199 那么总数的x quasset do1呢 我们要怎么找呢 所以我们要3,800 再加19quasset do1 我们会得到4,161 好那么找min也是一样了 我们根据这个formula 给min把它入根据formula 我们就不填进去就好了 我们会得到18.0909 如果根据答案的话 那它是18.09而已了 ok那是都可以接受了 那么Variant也是一样了 把号码填进去罢了了 这个总统xquasset 如何变成新的号码了 1161 这个minquasset 如果变成新的min呢 你记得新的min哦 因为它已经加19号下去 所以你千万不要搞混乱 如果你按计算机 你会得到50.99 如果根据答案的话 它是51.02了 我们看12题 他就说下面的这个表格呢 代表着上十二位同学 复习的时间 在一个礼拜 一个星期之内 然后开始明图嘛 一个星期之内 他们研究 他们调查了 他们一个星期之内呢 用了多少时间去复习 总共呢有三十二位同学 那么比方看Muray这一边 所以你加起来 你就可以得到三十二 OK 你同一样 你动阻山 这些 如画案 我们要看哪一个呢 最大减最小对吗 但是你记得前往变了 这个最大 这个代表着数量啊 不是9件1哦 这是数量啊 我们是用上面的这一个 因为他用多少时间 我们看的是时间 最多的时间是10 比如说我们用10 最小的时间是 最少的是1 所以我们10-1 所以我们得到9 也就是说 最多时间跟最少时间的差别呢 它们之间相差9个小时 我们看数量很多的数量 数量很多的数量 我们知道是说要用数量的数量 数量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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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比较量的数量其实是32 如果没有给的话 我们就要算出来这个数量加起来 在前面也会得到32 直到32过后呢 我们知道数量的数量 数量的数量其实就是分成4个部分 然后再乘1 也就是32除4再乘1 第8 不是8号啊 意思是说我们第8个号码 第8个号码 quatic的第一个呢也是一样 32除4 但是我们要乘3 我们得到第24个号码 怎么样去找呢 如果你这边看不出来的话 那么你就要用 Gokrapan longokan Gokrapan longokan呢 就是1号 一个小时 我们有2个嘛 就是到这边有2个咯 2个小时 我们有5个 也就是说这个 2个小时呢 是从第三个开始 到第7个 然后3个小时有6个嘛 也就是3个小时呢 是从第8个开始 到第13个 然后4个小时有9个 然后4个小时呢 意思说从14 第14个到第22个 以此类推 对哦 那么第8个 那么第8个号码 第8个号码 第8个号码是在哪里呢 在这边 对吗 所以我们的那个quatio pertama就是3咯 quatio pertama就是3咯 quatio pertama就是3 然后第24个号码呢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水坛就是5咯 所以我们的主栏 它的quatio就是5-3 我们得到2 明白咯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variance variance呢 variance呢 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是加多的关系 我们就要用这个formular 找min的话 我们是fx除以zoomlar f 这个zoomlar f呢 这个f呢 其实就是grappant 也就是数量 也是数量 然后这个呢就是数量 这个f乘x的数量加起来 要做呢 你就 比如说2乘1 加5乘2 加6乘3 加9乘4 加6乘5 加2乘6 加1乘7 加1乘10 然后除以总共的格格盘 也就是总共多少位学生 其实我们知道32了 根据问题就知道是32 准央计算机 你会得到3.906 然后我们找variance呢 因为这个是有加多格格盘 我们有个f咯 有两个formula对吗 我们使用第一个formula看 给你造型 只是min呢 是3.906 x呢 是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 因为我们是小学 这个f呢 就是说有多少个人 就是下面这一个 对啊 因为位置不够 所以我会分两行 这两排 你看2 1-3.906 5 乘2-3.906 瓜色度啊 记得啊 要瓜色度啊 然后6 乘3-3.906 然后瓜色度啊 然后加以9乘4-3.906 瓜色度啊 给你看这一个 你要慢慢的做 慢慢的记得 因为他会比较 有很多formula的啦 我们要慢慢啊 OK 所以主要你要背起来 然后你算的话 你会得到这个答案 然后你得到3.21 其实要不要外呢 只不过把它分成瓜色度啊 你得到1.792 对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加弱的方式 加弱的方式呢 我们一定要有X 有F 有FX 有X瓜色度啊 有FX瓜色度啊 这个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背起啦 X是什么呢 X就是 我们现在这边看到就是小时咯 F呢 都是比较 那个Grapan或者是Blanan 就是下面的这一个 OK 所以你把这个表格你填上号码 X我们有到哪里呢 到10对吗 你要跟住铁呢 1234567 然后10 F呢 我们根据1的有什么 1的有2 2的有5咯 3的有6 4是9 5是6 6 6是2 7是1 10也是5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东西来乘咯 FX就是X乘X咯 一乘的就是2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2乘5 就是10 这个呢就是18 这个呢就是36 这个呢就是36 这个就是30 这个呢就是12 这个呢就是7 然后10 X瓜色度啊呢 那么就根据这个X咯 瓜色度啊 你会得到这些答案 你可以 如果我故意帮你按计算机咯 就是10瓜色度啊 你会得到100 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按计算机咯 F乘X瓜色度啊 也就是说这个F 乘1 X瓜色度啊的号码 就是2乘1 你知道 2 然后这个呢 Fn呢 Fx瓜色度呢 就是5 乘4咯 记得哦 因为X瓜色度已经是4了 所以我们5乘4就好了 我们得到20 然后接下来就是6乘9 OK 我们得到54 然后9乘16 我们得到144 明白 因为这边已经X瓜色度了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号码乘1 F 所以6乘25 我们得到150 可以一起来推 我们刷到这些答案 这个表格 明白啊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 这个formular 我们需要用这个Zoomla F 所以你一定要算起来 总共是 想12 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Zoomla Fx OK 我们要算加起来 按据算机加起来 我们得到125 接下来呢 最后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 Fx瓜色度啊的总数 可以得到了 那么呢 我们同样的我们算min的话 其实min呢 就是Zoomla Fx Zoomla Fx 我们把这个号码 OK 这两个嘛 对不对 我们填进去 我们得到3.906 跟刚才的一样 OK 那接下来我们的Valience 这个就是这样子咯 我们填进去 我们需要用到的号码 OK 那么你按计算机 你会得到3.212 跟刚才的有点不一样啊 OK 如果你按计算机的话 你会得到1.792 OK 答案 圆一点是不一样 C像表外是一样的 两个formula 其实你用哪一个都可以 OK 最主要你要 你要 你要记得 那个formula要怎么去用 我们看B 你按照是 他更加速度 那些讯息 要是更加速度 更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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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呢 他要我们说出 哪一个 那些讯息 会比较较较较 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如果有本结浪的话 主浪就不恰当 对吗 主浪就比较恰当 如果有两个data的话 我们就用西西安比较外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data 对吗 所以我们就是二选一 主浪还是主浪 主浪 你认为呢 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 1234567 突然间出现一个10 对吗 所以这个其实是算是本结浪的 算是一个本结浪 所以呢我们这里呢 最适合的就是 主浪 underquartium OK 我们看我们的主浪是9 主浪 underquartium是2 西西安比较外是1.792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主浪 underquartium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呢 如果没有什么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